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問題都出現在艾希莫夫機器人短片全集裡 接下來我們將提出許多不一樣的見解和想法 機器人學三大法則是由艾希莫夫所提出 艾希莫夫是二十世紀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 他撰寫了許多幻世人口的機器人故事 例如我 機器人和基地系列 而他的作品也深深的影響很厚是 像是機器人字幕 亞森夫恩格伯格就曾在看完艾希莫夫的小說之後 製造機器人的想法 而他也真的製造了世界上的第一個機器人 而他所有的故事都圍繞著機器人學三大法則 艾希莫夫想要利用這三大法則來制約機器人 使機器人能夠復仇於人類 但在故事中浮現的種種疑問 都顯示出了三大法則的缺陋 使我們不禁反思 這三大法則是不是遲到了許多 我們沒有辦法明確定義的灰色地帶 例如書東的其中一篇故事 騙子 騙子中的惡比是一個可以看透人心的機器人 他為了使機人類不被真相傷害而出出善意的謊言 但是在謊言被人類揭穿後 人類反而感到非常的羞愧以及不悅 而最後惡比也陷陷入這樣的謊言 會不會真的對人類造成傷害而崩潰了 又或是另外一篇故事 逃避 逃避中金頭腦擅自帶著宇航人們進行了恆星計要簽 而恆星計要簽會使人類短暫的死亡 但是金頭腦認為這樣的短暫死亡並不代表真正的死亡 並不會傷害到人類也不違反第一法則 而在這趟旅程中金頭腦也惡趣味的不讓宇航員向外求救 或者是操控飛船 在這兩則故事中我們看到惡比 陰陷入迴圈繞不出而崩潰 還有金頭腦的惡趣味 我們知道惡比是屬於惡人工智慧 而金頭腦是強人工智慧 那惡人工智慧與強人工智慧又是什麼呢 人們將人工智慧的程度依強和弱分成強人工智慧以及弱人工智慧 弱人工智慧是只能模擬人類的思維表現 而不具有自主意識以及人類的思考能力 就像說他們能夠做到高度智商才能做到的事情 但又不像人類一樣具有全面的能力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就像找地機器人他們配備的智慧感應器 來引導他們的行動在銀行內做出數十的判斷 可以離開障礙物以及在家具下行走 他們還配備的導航系統 可以追蹤打掃過的路線以及碰撞過的牆面 在今年5月發表的Duplex是Google Assistant 的一個新功能 還可以利用自然的對話來幫你預約餐廳或是理髮廳 而也是依靠這些技術的進步並組合變化很大的語音單位 讓機器人在講話的時候也可以像人類一樣擁有語助詞等等 甚至能讓接電話的人聽不出那是機器人的 而又回到書中的教工 意義具有比人更精準快速教授文字的功能 雖然沒有辦法像人類一樣的創作文字 但的確取代了原本人類的工作 強人工智慧指的是擁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 他們能像人類一樣不斷的進化 而這樣的機器人目前只存在於電影以及小說裡 又讓我舉一個例子 書中的雙百人 安德穆 他擁有創造力、神美觀以及情感 而他也渴望自由 書中也有一句話是怎麼說的 這句話暗示著我們 唯有渴望自由的物種 自由對他來說才有意義 而安德穆為了使人類認同他是人 他不惜將自己的機械器官轉換為有體體 但是人們始終不認為他是人 而一個人身上就算有再多的人造器官 人們依舊視他為人 這不禁讓我們反思究竟什麼是人呢 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 擁有生命現象 能夠進行代謝、生長、感應、繁殖的成為生物 而我們又按照劍門綱目、科屬種 來替他們加以分類 人類就屬於是人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 擁有語言表達能力 能夠組織社會 進而發展科技的 也被稱為人 但說到底 這些終究只是人類自己的定義罷了 有朝一日 機器人也有自我意識的時候 他們也可能也會覺得這是對的 在人類的歷史中 主宰的演化的 並不是個體 而是基因 個體就像是承載著基因的媒介 使基因可以不斷的延續下去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個體就像是機器 而基因就等於是程式嘛 個體和機器都只是承載著基因和程式碼 不斷延續下去的工具而已 那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不能承認 機器人是人類呢 科技日新願意的發展之下 未來的我們 勢必會遇到許多科技以及倫理之間的問題 離清楚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找出最適合的應對方式 還習慣夫的小說裡 暗示了20世紀人們對科技未來的想像 而它也帶給我們後世的科技無限的啟發 展望未來 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發展 將引引我們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這將會是威脅或是崭新的開始 待後續的我們繼續追尋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謝謝 謝謝三位同學的這個短講 我想跟大家討論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剛剛有談到 其中有個辯人這個東西 這一張點 那你們有提到說 他渴望自由 我想請問一下 渴望自由是不是有違反機器人的三大法則 謝謝教授的提問我們討論一下 謝謝教授 就是在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安德魯就是想要變成人的機器人 他和另外一個機器人說 這樣做也絕對違反我的法則 就是他會傷害到他自己 可是如果他並沒有辦法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還是真正的傷害到他自己 那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得到自由 我們在討論是說 我們在這個機器人有三大法則 那情感以及渴望自由 是不是違反機器人三大法則 你們知道三大法則是什麼嗎 所以那就請問有沒有違反 我覺得沒有 就是因為他們是按照 他們沒有違反 就是他們沒有違背人類的意思 就是人類沒有下這道命令說 他們不可以違反三大法則 不是他沒有下這道命令說 他不能渴望自由 他可以有想法 但是他不一定要去做 所以假如說你在未來的世界 有非常多的機器人 你會希望你的機器人有他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想法 你認為這是需要擔心還是不需要擔心的 那最需要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你剛剛有一個省思說 希望我們自己去省思到最後 只要真的都有機器人世界的時候 那你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們這段時間應該是來處理一下故事裡面 有可能像 如今規定他那邊故事 機器人最後也傳出了想要統治人類的想法 那在我們現在機器人的發展還沒有到 搶完工之後也機器人可以自行思考 這個程度 我們就應該立法規範機器人以後的發展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有了可以自己思考的機器人了 那人類是不是要統治一個更好的應對方式 因為他已經可以自我思考了 只要統計有沒有補充 好 那時間關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雙雙鯊魚隊